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科幻movie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部文艺科幻爱情故事 另一个时间 在这部影片中 男主为了爱情 选择穿越时空回到过去 但现实中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 艾瑞克是个优秀的客户经理 他的工作能力很强 完全没有搞不定的客户 老板十分看重他 但艾瑞克也有一点小缺点 能力优秀的同时 他也有点自负和傲慢 在他的眼里 没有哪个女人可以跟得上他的思维 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话题 虽然艾瑞克赚了很多钱 但是他选择住在一个小公寓里 每天的活动就是看看科学栏目 公司老板接到一个大单子 公司要接手一个小公司全部客户 这个大单子 当然是有自己最器重的优秀员工 艾瑞克去处理 但是小公司也有自己的要求 就是让自己手下的一名新人和艾瑞克共事 艾瑞克听后不以为意 他认为自己的工作能力 完全可以自己整理好客户信息 为什么还要有一个多余的人手呢 新人名字叫做朱利亚 他告诉艾瑞克 虽然自己是新人 但他有信心和艾瑞克一起完成工作 工作了一段时间后 极致又风趣的朱利亚 俘虏了艾瑞克的心 在艾瑞克眼中 朱利亚的地位已经从同事上升到了友人 乃至是恋人 因为从来没有像朱利亚这样的女人 和自己那么合拍 艾瑞克卷入恋和了 到了工作结束的时候 两人又该分别了 艾瑞克见自己和朱利亚相谈甚欢 于是便提出了恋爱的要求 意外的是 朱利亚拒绝了 因为她已经订婚了 并且和未婚夫感情很好 自尊心很强的艾瑞克非常沮丧 回到家后 她正好看到了一档科学节目 节目里的博士说 创业时空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艾瑞克看后 心想 我这辈子无欲无求 挣那么多钱 也不知道干什么 那为何不趁现在来疯狂一把呢 她在有人的帮助下 找到了那位博士 博士因为在研究实验时 出了错 被公司开除了 窝聚在一处小镇中 破解想要回到过去的艾瑞克 尽力协助博士研究 实验终于成功了 同时 艾瑞克也认识了 小镇杂货铺的女老板 年纪不大的艾莉 已经被孙月磨去了棱角 艾莉知道后 十分支持她的做法 她希望艾瑞克不要像她一样 一辈子只能待在小镇 去不了自己梦想的阿拉斯家 艾瑞克回到了五年前 她遇到了五年前的艾莉 虽然艾莉现在还不认识她 但依旧非常热情地帮助她 这样艾瑞克非常感动 随后 艾瑞克在友人的帮助下 找到了朱莉亚 她走上前去 笨拙地搭讪 蛮以为这个让自己赏识的女人 也会被自己吸引 但事实完全相反 朱莉亚觉得这样的搭讪 懒透了 艾瑞克突然明白 原来命运早有自己的安排 就算回到了过去 该有的爱情也不会来 于是她带着之前博士 写给过去自己的纸条 找到了当年的博士 让博士成功避免了实验的失败 博士一家都非常感谢她 故事的最后 艾瑞克又回到了小镇 她来到了艾莉的店里 问艾莉愿不愿意和她一起 去赶阿拉斯加的极光 艾莉微微一笑 低头不语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全篇没有波澜起伏的剧情 也没有炫目多彩的特效 但是故事温暖人心 值得一看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